上回书说到朱蝉的母亲为了报答南洋侯五云照 做了点年豆包 让朱蝉给送到城中 面见南洋侯 没想到五云照跟夫人都非常爱吃 每个人赏了二十两银子 朱蝉这么一看 哎呦侯爷呀 您跟夫人都这么爱吃 回去让我娘多蒸几锅给您送来 这也不值四十两银子呀 说什么我也不能要 朱蝉哪 你呀 回去让老娘多做点吃的 我多给赏钱 我们爱吃 老娘受点累 我们吃了高兴 不在乎这点银子 你呀拿回银子 好孝顺你的母亲 拿回去吧 也算我们夫妻孝敬老太太的 朱蝉就拿着银子 告辞了南洋侯回家了 到家看见娘把事一说 老太太更高兴了 从打这时候开始啊 隔上这么几天 或者是逢年过节 老太太就做点 乡间可口的饭食 交给朱蝉 让朱蝉呢 进城给南洋侯夫妻送去 这五云照跟夫人 常年吃的是山珍海味 所以看着乡土的小吃 是又觉得新鲜 又觉得可口 每回朱蝉进府送来东西 五云照跟夫人 都得赏不少的银子 朱蝉把银子拿回家里 交给母亲 母亲不让花呀 就放在一个箱子里头 日子一长 这银子都装了半箱子了 这件事全村的人全都知道了 村里的老百姓都知道 朱蝉常去侯爷府 跟侯爷五云照关系不错了 地方张德露就给朱蝉出主意 我说朱蝉呢 以后啊 你就说跟南洋侯五云照 是磕头的把兄弟 你要这么一说 不但是村里的 就连镇里的县里的人啊 都对你得另眼看待 那哪行啊 哎呦我没跟侯爷磕头啊 没想到这么一说呢 这风还真传出去了 不管是真是假 给朱蝉就抬高了身价了 有好事送上门来了 有人进门给朱蝉提亲 老太太惦记着 就是儿子的婚姻大事 一听提的姑娘还挺合适 老太太就给儿子订了亲 五云照听说了之后 特意让人送了二百两银子 作为贺礼 这喜事办得挺红黄 媳妇过了门 夫妻婆媳关系都不错 过了两年 这个媳妇 给朱蝉生了个胖儿子 这天朱蝉又进城 给五云照送豆包 刚走到城门口这儿 一看城门紧闭 这朱蝉挺纳闷啊 哎 人子不开城了 城楼上有兵啊 五云照手下的兵 全都认得朱蝉 在城上 冲着朱蝉就喊 哎 朱蝉啊 你干什么来了 哎 开城门 我给侯爷送豆包来了 朱蝉啊 侯爷不能吃你的豆包了 侯爷反了 什么 哎 侯爷干嘛反呢 朱蝉在抬头仔细观桥 城头上 依然换了白旗了 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城上的兵 就把五云照被逼反的事情 对朱蝉简单的说清楚 把朱蝉气坏了 一抖手啪 把豆包就扔了 侯爷被逼反了 我也反就反这个昏君 小儿阳光 哇 呀呀呀呀呀呀 这城上的兵 一看他也反了 这兵刚要喊他 这朱蝉瞎嘴望回 蹬蹬蹬就跑啊 他一边跑一边喊 皇上是个大昏君 害忠臣害好人 哎 我们老百姓没法活 我朱蝉也反了 我反了 他一直喊到家 进门他还喊呢 哎呦 娘啊 我反了 把老太太吓一跳啊 一看儿子是满头是汗呢 两只眼睁瞪得跟包子似的 脖子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 二啊 我让你给侯爷去送豆包 你怎么回来就喊反了反了 你反什么呀 娘啊 南洋侯不能吃您的豆包了 他们全家都被昏君给杀了 朱蝉一边哭着 一边就把听到的事情 跟娘说了 老太太一听也哭开了 正哭着 地方张德鲁来了 怎么了 老干娘 你们娘俩这是怎么了 朱蝉这才止住了哭声 把听到的事情 告诉了张德鲁 张德鲁一听紧皱双眉啊 是啊 这个昏君杨广 弑父夺权 七娘细妹 震兄徒嫂 逼反了南洋侯爷 那忠孝王武建章是大忠臣 我说朱蝉啊 南洋侯被逼造反 理所当然 你打算怎么办 朱蝉用手一拍胸膛 哥哥 我对得起侯爷 我跟侯爷一块反 反这个昏君 兄弟 你先给我压言 你这样做是对 但是你要沉住的气 我在外边给你打听打听 你听我的 我告诉你 该怎么办 你就怎么办 你可不能胡来呀 哎 行 哥哥你跟我一块反 我当然帮助你 可你必须听我的话 哎 哥哥 那我听你的 张德鲁就随时打听南洋的情形 所以从武云照一反 到武云照枪挑麻疏谋 一直到四路兵将围困南洋 这些事情 张家庄的老百姓全都知道 这天 张德鲁来找朱蝉 兄弟 你报恩的机会来了 你快说 什么机会 兄弟 现在韩秦湖老元帅 四宝将上师徒 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 还有麻疏谋这个坏蛋 四路兵马困南洋 我想早晚城中 粮食得绝了 粮食没了 南洋侯肯定得突围 他要是闯出城来 如果奔河北 咱们村外头 可是他的必经之路 既然他要闯出围 后边肯定有追兵 咱们到那时候去搭救南洋侯 你的恩就报了 只能有这么个好机会 朱蝉一听点了点头 好 哥哥呀 南洋侯要跑 后边有追兵 凭我朱蝉一个人 也不能把追兵杀退 兄弟你别着急 我回来的路上 我已然把主意替你想好了 咱们村里 是不是有一座汉寿庭侯庙啊 哎呦啊 头年可重新修的 官老爷还有小将官平 大将周仓的窥铠甲 都是我经手买的 那可是真的呀 兄弟 就凭你的脸面 凭你的个头 活现个周仓 你呀 把周仓的盔甲全都穿上 你就扛着 那口青龙燕月大刀 那口刀也是真刀啊 我再把村中的百姓 都请出来给你帮忙 少不得咱们花点银子 人家也吃饭呢 银子没关系 我花 我告诉你 咱们让这些老百姓 就在村外的山上 准备好了石头 只要是侯爷真来了 后边要追兵 让咱们村里的哥们弟兄 拿着石头就咋着追兵 你呀 半成汉室的周仓 你把追上的敌将拦住 你就说呀 是上天玉皇大帝 觉得杨广对武士家中不公 打发官老爷下届 打酒忠良之臣 官老爷先派你周仓险上 吓唬他们一下子 咱们先把侯爷救下来 你看怎么样 我这主意是给你出了 如果说侯爷不走咱们这条道 咱们可就没办法报答侯爷的恩德 好吧 哥哥 你这主意是真不错 你都快成诸葛亮了 今后反了 你就是我的军士 咱们就照你的话办了 第二天 朱惨就跟张德陆 把村中的老百姓请出来了 跟哥们弟兄把这道理一讲 这些老百姓都很实诚 都愿意听张德陆的吩咐 张德陆就带着这些人 到了村外的山口这 大家伙忧打山底下 往山上都运石头 村里老百姓这么准备 朱惨呢 就跟着张德陆 来到了村里的汉寿亭侯 官老爷的庙 把周仓这身盔甲就穿戴起来 还真合适 可是周仓手里这口青龙眼月大刀 拿不下来 因为用泥糊着呢 朱惨就把周仓这大拇指 都给掰下多半截来 把大刀拿下来 把这半截你的大拇指顺手呢 就扔在腊签盘里了 张德陆就跟他出来了 这村里老百姓一看 哎呦真像周仓啊 哎你们听我答 咱们得搭救侯爷 张德陆跟朱惨回家 让朱惨拿出银子来 每个老百姓是按份发钱 大家伙天天准备着 就在这山口这 等着搭救武云照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这一天武云照还真跑下来了 直奔这山口 后边呢 有宇文成都 跟四宝将上师徒追看 张德陆正在山口上 你们瞧 侯爷可来了 他从山上头派起一个人来 告诉朱惨 你赶紧假扮周仓出去 武云照催马来到山口之前 后边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石头 就快到了 张德陆望下吩咐来 扔石头 几百斤几十斤的大块的石头 从山上望下一扔 这声音可就大了 武云照一愣神一勒马 这时候周仓出来了 武神雷 没想到这一下啊 还真把宇文成都上师徒给吓坏了 上师徒拨马就跑 了不得周仓险灵了 宇文成都也吓跑了 武云照纳闷啊 这时候 朱惨上前给武云照身世一礼 我朱惨拜见侯爷 原来是朱惨前弟 这时候张德陆早从山上跑下来了 拉住了南洋侯武云照的马 侯爷 您赶紧随我们进村吧 老百姓也陪着 武云照就拉着马 跟着张德陆朱惨过了山口 进了张家庄了 武云照就问张德陆 请问这位大哥贵姓高明 侯爷 您可别这么叫我 我是这儿的地方姓张 叫张德陆 朱惨说话了 侯爷 我装周仓来主意 就是他出的 这可是我的好哥哥 武云照抱权拱手 给张德陆身世一礼 谢过张兄 我也常听朱惨贤弟提过你 谢谢你今天大教育我 哎呀 侯爷 您这话可就见外了 请吧 大家伙 簇拥着武云照 进了村 来到朱惨的家门前 张德陆赶紧把武云照这匹马接过去 让人去刷印未溜 然后又跟朱惨说 兄弟 你赶紧到官老爷庙 把这声窥 把这声窥 甲咒 再给周仓穿上 我这是以防万一啊 千万千万别露馅 哎 好 有几个乡民就跟着朱惨 购奔官地庙了 张德陆领着武云照来到屋中 干娘啊 南阳侯爷到了 老太太跟朱惨的媳妇赶紧上前见礼 侯爷在上 我们婆媳给您磕头了 武云照赶紧走上前去 老娘啊 您可千万不要遮杀孩儿 我给您磕头了 说完武云照跪下磕头 张德陆跟老太太赶紧把武云照掺起来 侯爷您坐下吧 再说朱惨 到了汉寿亭侯的庙 把这身窥开甲皱 又给周苍穿戴好了 把这大刀呢 仍然插在周苍的手里 可少了半截大拇指啊 这刀立不住啊 这朱惨呢 想起来了 又从这腊签盘里 把这半截手指拿出来 活了点胶泥 又给粘上了 老百姓才陪着朱惨 离开了关老爷庙 等朱惨回到家里 一看武云照正在吃饭呢 侯爷 您可到了家了 该吃吃该喝就喝 我问你一声 您突围了 夫人呢 武云照听朱惨这么一问 不由得欺然泪下 哎 夫人为我闯崇尾 已然自尽身亡了 您瞧 这是怎么话说的 豪爷 小少爷呢 就在这时候 听见一阵婴儿啼哭 朱惨顺声一看 媳妇的怀中 正抱着少爷武登 哎哟 小少爷跟您闯崇尾出来了 您怎么给带出来的 我呀 是怀吹又子闯崇尾呀 这时候 朱惨再一看 自个儿的媳妇 正在给武登喂奶呢 老太太就问武云照 老爷呀 请问您 您打算怎么办呢 老娘啊 我打算去凤明关 去找我的岳父 李子通大人 好爷 您去凤明关 这么远的路 这孩子这么小 他受不了啊 谁让我全家遭难 孩子也只好跟着受罪吧 好爷 我跟您商量商量 如果您不嫌弃 您就把孩子留下 我们替您 把少爷拉扯成人 哎呀 老娘啊 我武云照 如今是返臣 怎么能连累于您呢 好爷 我们也是为了保护 忠良后代 您千万别客气 这样 为了您的小少爷 不引起麻烦 您的小少爷 不是叫武登吗 我在他前边 再加个猪子 让他叫猪武登 算是咱们猪家 武家 两家的孩子 也免外人疑问 好爷 您看怎么样啊 武云照还想谢绝 张德露就过来了 侯爷 这件事您千万别推辞了 事情只能这么办 我可不是轰您 刚才是朱惨 扮成舟仓 把追您的两员战舰 给吓跑了 要是那两个人 想过味儿来 可能还会返回来 您可得赶紧走吧 小少爷 载我们张家庄 您放心 我们全村的老百姓 都会保护少爷的安全 乌云照一听 也只好如此了 站起身形 来到朱惨的母亲 面前 双膝跪倒 老娘啊 您的大恩大德 我至此不忘 为了给我武家 报仇雪恨 就请您分心受累 替我抚养武登 娘啊 我的亲生母亲 已然被婚君所杀 您就是我的亲娘 朱惨就是我的亲兄弟 旁边的人全都哭了 老太太流着眼泪 用手相掺 好眼 我们乡下人 啄嘴笨塞的 也说不出个理儿来 可是我们的心是实的 我们知道 谁是重 谁是奸 侯爷 您就把小少爷 放在这儿 您放心逃命去吧 您可想着 要给老王爷报仇啊 这个时候 武云照已然气不成声了 心说 万也没想到 我周记他们家 五十两银子 今天受到 他们家的援救 这就是行下春风 望下雨呀 武云照不敢耽搁 站起身形 娘 二 告辞 然后一转身 流着眼泪 腾腾腾往外走 大家就把武云照 送出大门 这时候 马已然喂好了 武云照摘上一套尾 挂好了 翻身上马 朱三贤 我走以后 如果有个陀螺寨的五天西来找我 或者我的家人武宝来找我 你就说 我到凤鸣关 找我的岳父去了 你记住 可千万别忘了 哎哟 侯爷 您慢着 您再说一遍 您一口气 说了这么多人 我一个也记不住 张德露说 侯爷 您赶紧走 我全都记住了 我告诉朱三 我问您 您有没有盘缠 哎 武云照能说什么 还真忘了带银子了 为了闯重围 自己的夫人自问身亡 武云照还能有心思拿银子吗 早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朱三赶紧跑回屋中 取出银子交给武云照 侯爷 这是二百两银子 侯爷您带的 哎呀 先帝我用不了这么多 行了 您拿着吧 穷家富路 再说这银子 原来就是您的 这都是您的豆包钱的 您赶紧带着走吧 张德露就跟朱三说 朱三啊 你去送送侯爷 为了防备官兵搜查 你啊 也在外边躲几天再回来吧 哎好吧 朱三 就由小鹿 把武云照送走了 那么张德露干什么呢 张德露这人非常有心机 带着几个村中的年轻小伙子 就把门口的马粪 还有喂马的草料 全都收拾干净了 而且把武云照 他们进村的马蹄印 也给扫没了 然后把大家伙 打发回家 祝福这些人 千万不要走漏风生 刚收拾完了 这个宇文成都跟上师徒 真骑着马回来了 他们为什么回来 因为宇文成都跟上师徒 被甲州仓吓得忘难 跑出十几里地 宇文成都在上师徒 后边就喊 上将军 你停停 你停停 我有话说 上师徒再马上扭向回头 宇文将军 你没瞧我的马径了吗 停不下来啊 就这样又跑了二十多里地 上师徒这匹马才止住 宇文成都也停下了马 两个人跑的是 鼻窝鬓角热汗直流 须须带喘 宇文成都就问 我说 你跑什么呀你 是啊 我让人吓的呀 周仓啊 宇文将军 咱们现在先下马 歇会再说怎么样 两个人 下了马了 拉着马走进路边的小树林 拴上马 摘下鱼塔尾 放到的地上 俩人坐下还喘气呢 宇文成都这么一坐嘛 不对 刚才山口出了个周仓 大隋朝怎么会出来汉朝的周仓啊 一定是这个人把五云照叫走了 宇文成都要打算回去再次捉拿五云照 咱们下回再说 咱们下回再说 咱们下回讨论 得搅 吃着你